台北市南港警备队一名原警遭发现涉嫌吸毒之后遭到免职处分 而整起案件移送到地检署之后有了最新的进展 发现这名原警不仅吸毒还贩毒 分局以王姓原警工作状况差与毒品人口来往为由 展开跟肩申请搜索票 最后在住家搜出安非他命如此大动作 但前一天话却讲得保留 本分局警备队王姓原警于是吸食毒品 结果人到了地检署才被查出更多内幕 检方发现王姓原警跟上游买了安非他命后再卖给别人 涉嫌犯下贩售二级毒品罪 认为他有勾串供犯跟证人之余 向法院申请积押禁监获准 难不成还有其他供犯吗 原警被怀疑疑似是贩毒集团成员之一 入网后不配合征讯 拒绝解锁手机交出的密码也是假的 跟最近很多嫌犯的花招不谋而合 他们看准iPhone特有的功能输入多次 从无密码让手机恢复原厂清除记录 忽略了科技侦办能让一切起死回生 这回警戒疑似出现贩毒集团眼线 他背后跟谁攻击恐怕得要赶快查清楚 TVN新闻王金龙吴亚他有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